大家好,我是陆建,Jonathan Lu 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前1%顶级房产经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大温哥华房产局最新公布的2018年10月房市销售数据 根据大温哥华房产局最新数据 大温哥华地区10月的房屋销售继续下降 10月份总共出售1966套厨房较9月份下降23.3% 较去年同期下降34.9% 10月份的销量与过去事件的平均数值相比下降了26.8% 大温地产局主席表示 大温房地产供应量达到了四年来的新高 对于买家来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选择性价比更好的房源 而对于卖家来说则要面临更多的竞争 10月份独立屋的销售量为637套 较去年同期下降32.2% 独立屋的均价为152万4 较去年10月份下降5.1% 10月份连排别墅的销量为344套 较去年同期下降37.5% 连排别墅的均价为829,200 比去年10月份上涨4.4% 10月份公寓销量为985套 较去年同期下降35.7% 公寓均价为683,500 较去年10月上涨5.8%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达温哥华地区 五年来的价格走势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下半年房市下跌的趋势 还会继续下去 那10月份大温哥华地区所有的市政府进行了改选 除列治文之外 温哥华本拿比树里这几个大城市都选出了新的市长 那房地产行业是受政策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 那么明年2019年房市走势将会如何 利率 贷款要求 政府政策都是重要因素 但有一点 目前刚需住宅的供应还是不足 在未来一两年内 公寓连排的销量还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大温哥华地区各个城市及区域的房产价格走势各有不同 想了解具体信息 请电话604-868-9920 扩电邮jonaton.ca 最后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哦